如果不说你一定看不出 一代性感女神莫文蔚 今年已经有43岁高龄 而93年就出道发行首张 同名专辑的她 也将今年作为演艺生涯的重要一战 于9月正式推出 末后年代莫文蔚20周年展览 8月7日 仍如20岁少女般情深洋溢的莫文蔚 就提前搬出杀手锏 为纪念展预热 我那个时候拍 全身莫文蔚那张专辑 就是那个全裸背后的那个专辑呢 就拍了好多 原来是好多好多照片 然后全部都是裸体的 然后就发现了 有一些是没有曝光过 可是也蛮好看的 所以可能也会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专辑一同曝光的照片中 孟蔚就将先要美团长腿露了个完整 如今还要拿出更火热的私密版 粉丝们可要做好鼻血长流的准备了 除了玩性感之外 莫文蔚也不忘拿出怀旧牌 不仅将展出自己三岁时的录音厨女座 出道以来 在各部电影中的经典物件也是必不可少 这么多年来我好喜欢收藏东西 然后尤其是自己的工作呢 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拍完每一部戏 我都希望可以拿一些东西就做一个纪念 那可是我觉得最经典应该就是那个爆牙了 对 一边是全楼性感女神 一边是雷人爆牙妹 最考验的恐怕还是莫文蔚老公的承受能力了 全裸照既然是私密版 自然连老公也未曾过目 这一半丑照 莫文蔚也抱着一副赶拍 就不怕你看得轻松形态 无所谓啊 这个他肯定看过我里面的那个造型了 虽然莫文蔚对老公 仍然是一副老夫老妻的态度 但结婚两年仍没有孩子 就让粉丝们都为他心急不已 谁知莫文蔚竟然当场宣布要当丁克族 其实没有 我本来就不在那个当妈妈这块 就不在我那个人生的那个计划 当中 所以我无所谓 而且对啊 我们我跟老公都有这方面的共识 对 不过粉丝们放心 虽然莫文蔚生儿育女是遥遥无期了 但她的养老公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 这后妈也是妈呀 东兴娱乐 整理报道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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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